我來拍影片了 好的,大家好,我今天是要來拍影片啦 南天白雲 哇靠 這十本的 要來做什麼呢? 全兵聯盟 他已經有部落了,那要來幹嘛 好,然後不管 現在要來拍影片 那等一下那個人我再來 他應該是 應該是已經有部落了,所以他應該是不會進來 好,我現在來拍部落戰的影片 那這次要拍的呢,說我自己 打的齁,我們這次是輸啦,對手太強了 然後我也沒有打好,然後我們的 其實主要還是我的關係齁 因為我可以三星的,但是就是沒有打好啊 導致 就是後面的要補我的心 然後後面的因為科技不夠 然後補的心也沒有補好 那如果因為我 如果我那一個有打好的話呢 那對,我另外一個三星手 他就可以補對方的五號 就三號 那他來補我的三號 然後他也沒有補出三星 但是如果 我的三號呢,當初有打出三星的話 他就可以去打五號 那五號的話,以他的科技來說 他就可以打出三星 所以這場我們應該是可以平手 好吧 那既然 嗯 結果最後還是輸啦 就是都沒有打好 OK 那對手這次勝利超強的齁 他們 每一個人齁 一開場就直接 一個就打我們三星齁 超強 超強的 這不是蓋的啊 他們用了大概 二十個 二十次攻擊次數 就快要把我們三星了 就每個都打一次 超強 OK 那我要拍的是我打 三號跟二號的影片 那首先要看的是 我打三號的影片 那我打三號是打出一個零星齁 超慘的 就犯了太多太多的失誤了 來看一下在哪裡 這個 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對方打我的 那我覺得 這次對手的部落 都還蠻 蠻強的 就是說 他們的陣型啊 還有他們的技術喔 那個真的都很厲害 就我覺得 因為他們一次就把我們三星了 就連補都沒有補 就全部都三星出來 那我覺得也還蠻大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的陣型 都是處於那種 防龍的 防龍的陣型啊 所以對那種地面部隊 就會很容易就被 直到黃龍啊 就直接被三星了 那因為可能是我們之前對手的 那可能都比較偏弱 那他們都是用龍去推 那用地面的話 很少遇到啊 所以就會選擇去用龍的防龍的陣型 對啊 就其實 最近有在考慮這方面 那對手的話 可能經驗就比較出 他們陣型都很難打喔 那我覺得對方這個三號陣型 真的是 超強的啊 就是說 你看喔 我那時候看到他這個陣型呢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我那時候判斷是說 他中間 這間 這邊 那 可能是雙 欸 我覺得不會是雙炸啦 我覺得有可能是電塔 那我覺得雙炸的話是不太可能 好 那麼 我是覺得他這邊可能有一顆 這邊一顆 OK 那這邊一顆 這邊一顆 那我的講法就是 補血這邊範圍補一個 這邊補一個 然後用桌去清 用桌從右邊放 這樣清過去 清過去 清到左邊 OK 但結果沒想到 他 這一邊是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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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說 還有三顆炸彈啊 連在一起 那我桌如果一大批進來 清的話呢 那清超快的 那一下三顆全部踩到 連補都補不回來 所以就 豬就全部蒸發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就 對對方的陣型沒有做很 很了解 下去打 很吃虧 然後 再來第二點 就是我一開始的援軍 沒有清好 因為 我很少用地震啊 我以前都是用毒藥 那可能 太久 太久沒有 在沒有毒藥的情況之下 太久沒有 直接清援軍 那 其實都快忘記要怎麼清了 就 犯很多失我 那其實我當初是在想說 要不要直接就是石頭 像對手一樣石頭進來 那法師直接跟在石頭後面 直接去清援軍 可是我怕說對方 火力 大概是太強了 就直接把我的 容易在噴我的石頭的話 我石頭就碎掉 就進去的話 可能就直接碎了兩個小石頭 所以我就最後還是決定說 直接清援軍 那最後也沒有清好 法師也死一片 那就導致說我 我的主力部隊 我主力部隊要從上面打進來 那導致說上面的 要陪我石頭走進去的法師啊 那些血量都不夠 不是說血量不夠啦 是 數量不夠 所以最後就 上面 上面是有 達到想要的目的啦 但是就是 也是死光光了 那最後就是 做天才三個炸彈彈 然後全部死光光 所以打出了一個令星 真的超慘的 好那來看一下齁 我先引 援軍出來 可以進出來 那我的想法是說 把引到上面喔 然後清掉 可是 應該怎麼講 太久沒有清了吧 我覺得 照三個法師不夠 看這邊就犯了一個很大的失誤說 我把法師全部放在外面喔 法師都放在外面 導致說 因為法師的攻 應該說我把弓箭手都放在外面 然後法師的攻擊距離 比弓箭手還要短 然後法師就往前站 然後龍就第一時間就是 噴我的 法師 然後沒有噴我的弓箭手 所以我當下 放下去我也有點愣住 就是 我法師招了十四 十三隻 然後我現在就放六隻來牽喔 結果 你看 法師是光光 我剩七隻 OK 你看我現在炸牆 剩七隻法師 有點不夠啊 我們再炸第二片牆進去 好那我第一陣會是正中間喔 原本是想讓石頭走進去啦 那我還有第三顆石頭想要放在這裡 但是我其實後來發現 我們其實三顆石頭全部走進來都沒有問題 我是放這裡 好 往開技能喔 往開技能就 理他了 跑得太起重 然後我就右邊 八隻野豬 然後再加上援軍的五隻豬 總共是十三隻豬 就從右邊打進去 然後就這邊都沒有問題 OK 這邊下一罐毒 我這邊看起來是OK的齁 然後這邊就 踩斷 然後馬上補喔 我可以雙炸 蹦 就沒了 豬就全部沒了 就是 最重要的一步啊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敗在這個點 豬就這樣全沒了 所以真的是 傻眼啦 就打到47%而已 所以我覺得 這種陣型有點 雖然說我命運就在那邊有炸彈 但是我沒有想說 這邊也有一顆啊 我以為那邊可能是電塔之類的 想說那邊可能沒有一顆 所以 那時候打進來也嚇到啦 就是 被騙啦 真的被對手拐了一刀 很厲害喔 那個陣型 OK那 嗯 也沒什麼好說啦 就 就連心啊 連獎勵都沒有 好那我現在要看的是我打二號的影片 那 記取一號的教訓 對 記取我剛才那一次教訓呢 我就打二號 因為二號是補習 那補習的話 其實都知道對方打的單位在哪裡 那知道 的話呢 那 就很好打了 那我看一下二號齁 然後是這個 那我覺得對手這次的陣喔 二號跟三號是最 最難打的 你看一下 那對方的陣是在這裡 那我那時候看一下他電塔在這裡 那他放在這裡 很妙的一個地方是 他放在這裡喔 我的法師沒有辦法 只 法師攻擊距離沒有辦法打到裡面的電塔 但是裡面的電塔就可以 用最遠的攻擊距離去把我外面的法師給電死 也是就是 還蠻麻煩的一個地方喔 那我覺得這種陣型不錯 但是 他好像也是有雙炸彈的喔 還是在這邊吧 這兩邊 還是這兩邊 忘記了 應該是這兩邊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怎麼打的 那我不要喔 這次用40法喔 40法真的是 很好用啊 嗯 他是有點對稱陣 所以我只要 石頭石頭 石頭石頭 然後就有法師放外面 那是法就很輕鬆的可以參行 那我這次有不帶地震啊 但是用毒藥還是比較好 那我已經知道他這邊有個大大大大 我就放胖子採 那我原本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喔 你知道為什麼喔 就是你有時候點開部落城堡 那他最遠的範圍喔 可能是在這裡 那在這個範圍呢 一個線線 他是在外面 那你這樣來說放一個 胖子走進來 他應該是會 叫得出來圓軍 可是有時候都不會有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OK 不過 保險起見啊 我有多找一個胖子 所以還是可以引出來 第二次就放下面 OK 那這次就直接毒濕了 我就不帶輕了 還是要用自己習慣的 哈巴好了 不然 打起來 不熟練真的很容易 GG 像我剛才那樣子 OK OK 我這邊 會這麼做 是因為他會雙破擊炮 那我如果炸跟石頭 同一個方向的話 有可能被破擊炮連續炸了好多次 所以我就會鋪著炸這邊 然後炸彈一下右邊 然後法師補 直接分開放 然後我王應該會 跟著從下面走 OK 那我下面就不理他了 然後 左上 右上再放 他上面放一顆石頭 那我這顆石頭 主要的目的是要進去採裡面 打炸彈 然後把鏡頭拉遠一點 然後雙炸彈 對方都是有雙炸彈的任性 所以用 對我們這些 都用 豬流的玩家就比較麻煩 OK 那我這邊 這邊的補呢 我是 就是 要讓自己的法師 就補這兩個法師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清到這個電塔 電塔就可以一直電到在外面的法師 然後這中間在下一關補血補出 要讓豬去清這個電塔 OK 這樣就三星了 我覺得第一 那個 第一次打那個三號是很可惜的 如果我剛開始援軍有清好一點 然後如果 如果三號一開始是補星的話 那我 同樣知道對方的正邪 那我一開始就避免那個雙炸彈 那 三星的機會還是有 雖然援軍沒有清好 但那個雙炸彈可以避免的話 三星還是可以 真的是很傷 好吧 樣子打成這樣 哇 真可惜 所以這次也是輸了 好 那我現在要 看一下札克打的好了 札克也是很厲害喔 那札克是否副手一點 好 這個陣型呢 他跟我剛才那個有點雷同喔 那這陣型雙炸彈的話 也是可能有啦 嗯 有可能在這裡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札克怎麼打 札克是照兩個 恩 標準的施法柱 二十然後 吸一個炸彈喔 他可能是想要讓石頭走進去一點點 好 刷很多藥 OK 他用炸彈想要引援軍 都沒有引好 你看 這邊放一個炸彈 不要讓援軍這麼好 我們札克一直以來都是很喜歡用 炸彈的人去引援軍喔 你看 剛才對手就把炸彈放在外面 讓炸彈的人 迪累一些時間 滿聰明的 拿軍用了一個豬去引出來 拿軍用了一個豬去引出來 OK 這樣加速 OK 那他石頭就選擇從右下方位置放 然後法師一個個放輕邊 然後對方的採集器比較低 所以法師大概兩三下就打掉了 這來說是要四下 那炸進去 他選擇炸這個點 我覺得 應該要炸 石頭可以先第一時間走進去的位置 因為 如果法師可能會先進去的位置的話 那裡面有法師打 他第一時間打的就是法師 那你就要先浪費一罐補在這裡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 你會 嗯 套一罐補血 套一罐補血這樣子 那他沒有選擇放補齁 這樣就會死了一些法師 那看來他是想要把補胸部留給豬 所以我覺得剛才那邊是個失誤 OK 他豬是分開放 那看來他是想要避免掉右邊雙炸彈的可能性 然後再放一罐補血 這裡還有一罐補血 這裡還有一個大炸彈 還有那個法師塔要即時清掉 不然豬會死很多 欸豬的數量還是很多 然後等下到這個點應該還會再下一罐補血 到這個法師塔的位置 OK 他有點提早下了 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來看炸彈 所以他是炸彈炸 這個版把他踩掉 好 講的是三星喔 清光光 不錯 雖然也是有些失誤 不過還是成功拿到三星 哇 對方的震盾都很厲害 好 所以我們這次呢 其實打完我們就想一下我們的陣型 就有特地把對方的陣型全部都拍下來 就是會 稍微研究一下 要不要抄他們的 或是 再做一些改良之類的 那看一下對方一號 對方一號一開始就被我們三星了 那我覺得對方一號的話呢 這種陣型也是不錯 但是 就是 嗯 欸 好 怎麼講啊 因為我看到一開始就被 我們的 KPO三星 就是覺得 對方一號可能也比較簡單 因為你看阿龍 他對方一號這種陣型 如果我一樣用四十的話 一二三四 那也 除了中間法師塔 可能會比較難搞之外 那 三星還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 只有 炮起炮內置 那 應該還是沒問題的 那 我們 先不看KPO的好了 這次也播了這樣影片 就先拍這幾部好了 好啦 好 那 最近有些人發現 我從大石碑掉到水晶2 那是因為 燈帶大石碑帶不下去 那我們其實 有一個人 我們部落有一個人也在爬大石碑 那他已經爬上去了 他叫蟻人 那 他應該是打算爬冠軍 但是其實 你如果要爬冠軍的話 我是覺得 你一定要開加速再爬 開加速再爬 要不然絕對爬不上去了 像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的話 我在大石碑被打一次喔 如果你被水晶1的人收到 被水晶1的九本收到 那是絕對三星的 那如果被這種收到的話 直接打呢 是直接扣 三十七倍左右 那沒錯 我們藝人也是直接都是被扣 三十七、三十九倍 等於說他被打一次 他要打三四次回來 那很傷 所以你不開加速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 有一些八本呢 那他們 部分的八本玩家很強的 那他們已經上冠軍盃 那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不開加速 想要爬上去的話 真的太難了 如果不開加速 那你有沒有買 護盾的話呢 沒有買那個 護盾 那你要爬上去基本不可能 因為你很容易被打一次 那你就要打好多次回來 那你也不可能放手得住啊 因為你只有八本 那你遇到大四杯 大四杯都是九本的 九本有一個女王 差太多太多了 所以說 你要嘛就是 我覺得開加速可能 還有點不夠 那你可能要開加速之後 都要掛在線上 就是說 你在沒有護盾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還要掛個 再多打個兩次 那你才可以下線 所以 我覺得這樣 爬上去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點 好 那我當初有在考慮說 要不要爬到冠軍杯 但是我 你看 看一下 最後又要兩千六百七十七 我不要再上去 因為我 原本是當初 爬到兩千六百七十的時候 那就被打了三十七杯 我就說 心裡就真的是很ALL 就不想再爬了 所以說 如果大家想要爬大四的話呢 爬到大四是沒有問題 但是說 你如果想要再上去 冠軍拿兩千顆鑽石的話 我覺得說 你 可能真的要開加速再爬 要不然 真的是爬不太上去 OK 好 那支持影片就先爬到這裡 有問題呢 再下方留言給我吧 好 下次見 掰掰